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麽美国的重启登月计划 好像是否已经正式开始了 其实应该说前期都开始了 又记得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去年年比今年年初 都有去追踪和大家介绍的Artemis计划 说的计划用了26天就顺利完成了 而当时上一期的Artemis计划是没有再人上去的 但是上次的成功也都意味着 未来美国重新去开展这个再人的登月计划 就又提上了日程了 是 但是这次其实那个重点就有两样东西了 第一样东西就是究竟什么人参加了 但是基于现在那个政治正确性 但是如果有女性的太空人 有有色人中的太空人就大输特输了 第二呢正如我们刚才这个显示出来了 这次是略过而已 没有在这个轨道里面也不会降落 但是不代表说晚点不会 但是我想问一样东西 现在我们去拿个重点的话呢 这次美国这个登月计划呢 是不是那个在月球设立 恒久基地这个是一个前奏来的呢 我认为绝对是的 其实以往呢美国那么多的登月计划 下去下去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但是呢 即是未来很希望呢 一下去就正式是载一些坚东西下去了 因为你这么难得才射一支火箭上到去呢 你又一定是会带一些你需要去摆下去的东西 而中间呢 还需要一个步骤就是呢 今次是要试一支前所未有这么厉害的一支火箭 因为未来要载一些厉害的东西 所以今次要一支厉害的火箭 但是之前呢就要试了这支火箭的能力 和大家在上面那个操作的那个环境具体是怎么样的 所以都会说是一个算是挺谨慎的步骤啦 就不是说上次呢 射了那个火箭上去又不载人 然后下次立刻带了那些东西载人上去 那现在它中间弄多一转就是呢 有人上去去模擬操作 也都实际上控制一下模擬一下 未来真的去准备再实际的组件 去到月亮去建立基地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呢 那这次就有这个叫中期的任务 那可以说啦 在这个礼拜呢 是突然之间都挺多这些呢 关乎美国的那个太空发言 无论是重新再探索月球呢 还有在接下来再探索火星呢 甚至乎是在探索小行星那里呢 都是对这个礼拜突然之间有些新的消息 就是它慢慢去公布出来 是啊 所以我们第一节目就讲讲啦 因为听下去呢 我想坊间那个反而有时我们做这一行呢 跟当年太阳神登月计划那个参念拱地 现在大家关注不在这里 但是其实这个我相信 这个政治和科技的意味是相当之重的 因为这个是代表了现在整个世界 它们在太空竞赛已经是 不像以前在大层以外 而是真的去到月球那里 是的 而且那些任务是讲的越来越复杂 或者我们不是很感受那种复杂的 我们以前呢 如果你说的七十年代那些呢 是你去到落到地 拿着沙滩来就已经成功了 现在呢 因为那个难的地方就是 你要将整个准备建立基地 是你要带那些人去做一个建筑 装嵌那些这样的东西 直接探索一个适当的环境 去准备建立基地 那如果说在五十年前的科技 你还没有这样的条件去建立基地 但是接下来我们都不注意介绍了就是说 你要有更加好推力的火箭 同时间你要更加轻巧内容的材料 这个五十年前没有 现在有 然后呢 大家都还可能记得 在早两三个礼拜我们提到就是说 那些比较微型的核能发电机组的组件 就是我们讲的带一个小型核电厂上去月亮 那里准备做能源供应装置 就是这些东西呢 全部在五十年前没有的 就是现在我们讲的不是就是搬屋 是带了那些行李上去 真是准备在那里的基地 如果基地准备是住得人的 而且还是刚刚新鲜滚热 无论我们发现了一个在月亮上面 比较温和的地方可以拿来建立个基地 那其实你看就好像隔了几十年 但是你发觉中间很多东西呢 是要很多条件同事成熟的话呢 我们才可以今天去踏出这一步了 而且相信就是说你要讲就好像很容易 就是我想到如果大家现在香港的人讲移民好 你搬去其他地方你都知道那种痛苦的了 那种搬屋 是啊 那种搬屋倒屋然后重新去自个头家的那种 尤其是在那个体力上和心灵上 我绝对认为是心理创伤来的 就是这里讲远了 但是你说这个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再次登月的那个探索 其实有一种新的挑战在背后 现在不容有失 当然了 大家记忆当时挑战者号 是不是挑战者号在空中爆了 都搞到很大件事嘛 就是你搞不了你都要删停了 如果这次呢 如果美国去出现这些什么差错呢 其实那个打击就很大 不过我们要记得一样东西 就是当年那个太阳神灯的计划呢 那个背景就是 两个阵营之间的科技竞争 它背后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苏联在那里嘛 是啊 但是今天就 而且还是大家争着跳步的 争着冒险跳步来做的 当然是 那个太阳竞赛是 那今天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譬如美国做了一样东西 我相信中国也亦步亦催啦 那后面这张图片我想就很iconic的就是 它们在月球上开始做事有行李箱啦 但是很远的地方插了一支美国旗在那里 就是你这儿一定要看到 就是大家上去一定要插旗的了现在就是 是不是 那我们刚才你提到那支火箭呢 现在以后做 还不需要将火箭的推力更加大 一定要 都在说的了 你如果在说火星的任务 你就算在用这次Artemis这些火箭呢 都不是太可行的 我自己就很看重的就是说 当核动力的火箭引擎研制成功呢 我才会认为人类去登陆火星才是真是去到切实可行啦 其实就算呢 刚刚这个礼拜呢 火星那个毅力号那个 又是美国射上去的那辆遥控车呢 那终于走到一个他们认为适当的地方那里做採养 做土壤採养 其实呢 我就会说了 就是在那里的结果 在说在地球以外 会不会有适合这一个的生命 形成生命的环境呢 我想就可以由迷力号这个採养 又给到一个新一批的答案出来 嗯 但是这次在美国他们那个主流媒体的重点 就是在那四个太空人身上 就是有女性 有有色人种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稍微多了一点点的 其实都不需要今天是否是女性或者有色人种 因为大家都有这个能力上去 其实是 应该说今时今日这么说 尤其是在这些真是比较高科技界别里面 比较有学力 有才能的人呢 都相对那个机会 我不可以说完全平等 但是已经比几十年前好很多 所以上面讲的专家 就不是因为他是有色人种 因为他是女性而获得这个机会 而是他真的有实力 去赢得这个任务 他在他的身体那个能力 他的智慧 他在他的经验里面 去到最成熟的阶段 那这里也要看到台长可能你也要留意到 这次那批的太空人 他的年龄呢 其实比外想象中大的 一般都是一些四十几甚至五十几岁的人 是做太空人才是太空的 这个正是想讨论的问题 因为一般来说大家会觉得 第一样东西 那个压力很大 你的训练 你的训练本身的强度很强 还有你临急临危处理那个一些应变的状况 那个能力 就是你的转数 但是现在那个科技那么成熟 我应该想很多东西交给人工智能 或者电脑系统去做 但是我觉得看这个问题应该看多一样的就是 那现在日后如果有所谓那个 commercial space traveling 那那个就不可以要求你个人都不fit的 因为那个是商业性的 那反正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将年龄推高呢 就是因为慢慢是要将 可能将这件事变成一个商业的活动的可能性 就是yes and no 我都会说 但是因为这次这个任务很实际就是说 它不是纯粹一个飞行任务 因为如果你是好像说TOP GUN 或者甚至乎以前登月计划那些飞行任务 你第一件事就会想到 在它的飞行技术 和人格反应最敏捷的飞行员那里找人船 很多时候如果你根据这个条件找 你就会找到那些二十多三十岁的人 你就算请飞机师也是的 过四十岁就不让你进来的 因为我开始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我现在知道了 我过了四十岁就开始老化了 就是眼睛就已经那些对焦能力差了 我又说过一些我听到的消息给你听 其实民航机师不是说战略机师 民航机师都要做Testing 以前有些模仿 我听过一个过了四十岁的机师 做无人的时候心脏病发死了 会有很多诸如此类的问题 但是和这次的任务 它不是纯粹一个飞行任务那么简单 因为上次无人驾驶去自己飞 基本上你就算坐人进去都是看机的 很少了除非有什么意外事件 你才要转做人手操作 所以基本上就是台长所说的 就是说很多时候那个飞行任务本身 已经是program好 已经是可以自动化去处理 未必是人工智能 但是基本上是一个自动化的过程 上面这一班这样的专家 基本上就是一班工程师 一班处理这些机械程序 他们有丰富的经验去面对不同的土壤的环境 去怎样去应变 去将这个这样的组装任务去做好 所以你看上面很多是 你说如果纯粹是一个的军人 是一个的机师呢 有 但是其他很多是真的那些是工程上的专家来的 但是起码会不会有个物理学家或者科学家呢 我不要说他绝对只是一个物理学家 就是起码要读个物理先 是的 是的 就是他要求到就是说 可能对于很多时候要跨科的 现在这些这样的知识 你既是有那个物理知识 也有那个工程的能力 你既有那个对于那个生命环境 甚至乎你不用说了 你本身有人是医生先 就是懂得去救人先 那就是他们本身的背景就会是 就是老套一些就复杂一些了 但是也真的很需要他们这种丰富和多 跨学文的经验来去升任这个任务 那里面应该有分工的 就是有不同的知识范畴的人 他形成一个team 刚才你提到就是那个火星那里 那里应该是perseverance 他拿了什么土壤回来的? 那其实他还没拿回来 他现在开始在那边去採集 那其实呢 讲的这个採集呢 其实这里真的要解释清楚了 他在那里拿了那个样本 不代表我们立刻就可以回来分析 因为你都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上面去拿东西回来分析 又要等很多年 和上面基本上 现在没有任何发射装置 可以将这个土壤射回来 唯一的寄望就是将来有任务 去到回合回去 由他那里把他拿到的样本 就运回来地球 那我们才有希望 那基本上现在这样的探索 这个遥控车呢 它是到处去不同的地方那里 拿着那些样本 存在那里的 到处到差不多 那他就乖乖地留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就等人上来去把他的样本拿走 那所以呢 这里他讲的拿的样本呢 和到岛岸上面真的知道有些事情 可能要等很久的时间 那但是为什么这次都要拿出来说呢 就是因为他去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一个很明显是曾经是一个 有海洋浸过的一个海藏那里 那其实我们很希望就是找到一些 会不会曾几何时是有 引辱到生命的条件在那里的证据 那如果拿到一个土壤分析 有些很特别的东西 甚至乎可能是 不要讲得复杂了 会不会是有一些曾经出现 大量微生物出现过的 沉积的一些这样的证据呢 比如说在地球上面 你去到西澳洲的那些沉积 是找到很多这些上亿年前的那些微生物 沉积过的一层的证据在那里 零零细细在那些土壤的层里面 找到一层是那些微生物来的 那这种会不会找到类似的地質条件呢 那我们很希望是会不会就可以在那里找到答案呢 但是这个又要拉开一点点 我们在上个星期有提到就是说 日本的那个龙公计划 就在龙公的这个小行星上面 拿到一个土壤药本回来 两个星期前 我们就讲到上面的土壤是有维他命B 讲的是一个小行星的土壤药本里面 可以找到这些这样的有机化物 还有一些是对人体有用的营养要素 讲的是其实也不可以说只是对人体 它对任何这个生命的新层代謝 有帮助的要素在那里 那其实它丰富了我们的想象 但是未来还有一个叫 美国还有一个探索小行星计划 其实就准备在那个叫Bernu的小行星上面 拿着样本回来 那我们上次也提过了 今年年底应该是拿到回来的 那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呢 在短短的这两三个星期内 无论是主动探索月球 在火星准备好土壤的样本 和准备去在这个小行星上面 拿这个土壤回来地球做研究呢 就突然之间是说 美国在这个年头就特别多这类 这样的探索的消息给我们知道 而很多时候呢 不只是跟那个建立基地有关 我觉得是直接是对于就是 会答到很多对于外星科幻 很有兴趣的朋友的心中的疑惑 就是究竟会不会有可能有外星生命的条件 或者甚至会直接找到一些原来 是在地球上没有出现的外星生命形式的遗迹在那里 那就是会在这里会有答案 但是就算最后没有的话 我想就对于那个就算没有生命形成 但是会不会已经有很多有利于生命发展的一些条件 原来很容易在小行星甚至火星上面找到呢 我们很快会有答案 那你估计在火星上面找到那个 就是所谓原子生物的可能性遗迹 可能性有多高 那我就保守一些的 我就觉得真的找到生命遗迹 那个可能性就未必很大 但是我也是乱换的 但是我会觉得参考日本农工计划的那个经验 我觉得会很惊喜地找到很多就是说 一些有机的复杂的有机化合物 然后就是说生命所必需的条件 就是不要说到能够出现什么DNA、RNA这些东西 但是可能就是出现了一些比较多样的氨基酸 或者是先前所讲一些维他命 这些这样的物质 它未必是因为生命而形成的 但是它就已经没有生命而形成的时候 已经有大自然位去准备好这些原材料 那我觉得如果找到都不奇怪 是啊 但是这个我相信 我想要有一个真正人类上的火星的时候 带了个土壤 那才可以确实确证到 就是这些现在大家在估计的状况 好了 这一节我们就结束 我们下一节再回来 谢谢大家 按钟仔啊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良感祥工作室节目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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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